注意看 眼前的一幕 是发生在我国云南边境的一则真实景象 这是2014年 发生在云南普尔的一起特大绑架 四名穷凶极恶的歹徒 劫持了一位女商人 并驾驶女子的车一路向缅北方向出发 就在四人坐着缅北发财梦时 却在中缅边境 被检查站的武警发现了一样 出于职业素养 警方对女子的车一路向缅北方向出发 女子进行询问 但谈话却被身旁同行的男人频频打断 半经验丰富的警察 瞬间察觉了事情不对 立刻招呼另外两个战士加强警戒 并要求车上随行人士 全部下车接受调查 接下来的一幕 却出乎了所有人的意料 女子旁边的两个男生 竟突然掏出匕首死死地抵在女生的脖子上 而驾驶座上的男子更是大海一声浪开 就如风牛般撞开隔离篮 向篮仓方向行驶 为了人质的生命安全 警察向上级进行汇报后 便对车辆逃跑路线进行研究 准备再下一个路线进行拦截 时间十分紧迫 车辆距离棉北仅有八公里 所以警方必须在最后一个观点 把这辆试图非法出镜的车辆进行拦截 警方这次做了充分的准备 工夫不负有心人 在距离棉北边境 兼有几个小时的猛马边防派出所 他们又一次看到那辆熟悉的SUV 有了上一次的前车之鉴 在看到前方有警察阻拦时 绑匪直接顾忌从尸 不管不顾的便向前冲了过去 随着组车系一声巨响 车轮瞬间爆炸 肩撞 一旁的警察想要上前查看车内受伤情况 却没想 自己这次竟遇上了史上最嚣张的绑匪 完全不按常理出牌 在轮胎爆炸的情况下 四个绑匪竟然重新发动了 这辆在绑匪边缘的车 继续向前驶去 想拍电影一遍 绑匪接连向几辆顶车撞去 但现实不是影视剧 没有奇迹发生 而是在警察的阻拦下 这辆失控的车被迫停了下来 出于安全考虑 SUV的窗户上都贴着防盔膜 因此 关于人质的安全 在警方这里其实是未知数 四名绑匪商量片刻 便留下一人在车中看管人 其余三人下来与警方交谈 第一个跳下窗户的杰斧 看上去十分不耐烦 而跟在他后边的两个人 年纪看上去二十出头的样子 脸上则是有些惊恐不安 出乎警方预料的是 这三名绑匪并没有提出 什么过格的邀请 而是一个禁的要求 警方为他们提供车辆 见到警方动作有些犹豫 已变得绑匪朝着人质的大腿 滑了一道 车内传来女子的痛哭声 听到车内传来女子的声音 警方这才确定 人质目前没有生命危险 便为绑匪着手安排了车辆 与之展开了和平谈判 正是在这段时间 警方获知了重要信息 受害者名叫白杰 家境良好 是昆明本地人 一个货真驾驶的白富美 是如何与四名绑匪产生纠缠的呢 这是震惊全国的云南普尔绑架 一阵枪响打破了这座茶厢的境内 这里究竟发生了什么 时间调到2014年7月9日嘛 对白杰而言本是一次在普通不过的朋友聚会 仅发生了一件让下半辈子都后悔万分的事情 在商场吃完饭后 白杰在地下车库等同行伙伴一起勿开 也就是在这时 一双黑手偷偷摸摸 趁着夜色捂住了他的嘴巴 就在白杰想要奋力挣扎时 他感到身体一软 双眼一黑 就失去了所有的意识 警方在接到报警后 迅速赶往案发地点 查看了监控 只见四名彪形大汉 将白杰扔进车中 然后驾车扬长离子 但让人疑惑的是 既然是屠才 那为何在绑匪劫持白杰后 不仅把现金 银行卡等重要物品遗落在现场 甚至在匆匆赶来的白杰丈夫口中得知 事发至今 没有受到过一条来自绑匪的勒索电话 实际上四名绑匪并不是不托财 只不过托的不是绑架钱 而是白杰的这辆车 说起来四个一起实施犯罪绑匪团伙 彼此之间并不熟人 在上个月 四人才在网上有了联络 是什么让他们一拍集合 策划了这处绑架案 原来四个人都是当地有名的小混伙 平日里游手好闲 看到网上发布的 缅北一带的招聘的视频 便心动不已 四人一拍集合 准备一同前往缅北挣卡钱 但他们终日泡在酒吧里 连一万块都凑不出了 要去哪里才能找到一辆车 因此文化程度并不高的四人 便盯上了丈夫常年不在家的女富豪白杰 在他们的认知里 抢车并不算犯罪 到达边境时 再将人质奉还就行 而聪明的白杰 也是在昏迷的前一刻 将自己的钱包丢在地上 想要匆忙赶往缅北边境的绑匪 并未发现一样之处 而白杰也因此为自己争取了获得机会 在边境 经验丰富的警察 查获了这辆行踪诡异的车辆 但丧心病狂的绑匪 竟然通过伤害人质白杰的方式 对警方进行威逼利诱 准备一次换取甘忙缅北的车辆 在这种极其惊险的情况下 全身上下刀伤无数的白杰 又是如何获救的呢 原来是心不齐的四个人 在警方的和平谈判下 形成了内讧 年纪最小的小杰和阿涛 生出了求和的心理 在上车时偷偷丢下纸条 同意帮助警方迎走人质 而有着丰富经验的老警官李文宏 更是以身实习 用自己来换取人质被救援的机会 在多方配合下 两名医生假意上前 随着身后震炮弹爆炸 这个意图非法越境并挟持人质的作案团伙 最终被警方成功逮捕 让人感到疑惑的是 在医生救治下 脱离生命危险的白杰 第一件事不是感谢警方 而是去了趟法庭 对他实施伤害的罪法 已经被抓捕归案 他要去法院告示人 牵动着无数人心的四名歹徒 绑架美女复婆 及时七百公里 意图回眠北交差的恶性犯罪终于告破 但作为一同策划此次犯罪的嫌疑人 此人却收获了不一样的处罚待遇 更让人意外的是 其中一位犯罪嫌疑人已经死亡 而另外三个分别判处了 无期和有期十二 十六年的惩罚措施 为什么相同的犯罪情况 却被处以不同的惩罚 原来在警方包围时 其中一个犯罪嫌疑人察觉到情况不对 立刻向树林的方向逃跑 为了避免造成更大的损失 警方将其当场击兵 而被判处有期复刑的两个罪犯 则是在犯罪的最后关头 选择了迷途之后 协助警方一起救出人 因此被争取了宽大处理 因为连北骗局迷惑 一心想要赚大钱 四个犯罪少年在如此年轻的二十岁 却只能带着枷锁度过后半生 他们的结局固然不值得从庭 作为本次绑架案的受害者 白姐在被绑匪放去22小时的险境下 经过医生的全力救治 这后成功脱险 但白姐的生活并没有因此走向正轨 反而是遭遇了新的麻烦 最初被送往医院时 白姐身上遭遇了大大小小13处伤口 尾椎脊椎都有着不同程度的损伤 在医院治疗期间 白姐肉体上的伤口在慢慢愈合 但心灵上的伤害还是难以治愈 尤其是保险公司的冷淡态度 更让白姐伤透了心 为了阻拦四名歹脱 警方在一行人途径路程中 安撞了组车器 白姐被成功救出的同时 车子也遭到了严重的损伤 作为一辆性能配置高的大众SUV 车子维修费高达23万 在白姐住院期间 虽说家庭收入可观 可高昂的住院费 还是为白姐夫妇带来了不小的经济负担 在丈夫田先生的陪伴下 白姐来到维修公司寻求赔偿方案 保险公司一番无赖言论 则是让夫妻二人听后 气不打一处来 按照合同 只有白姐夫妇两位驾驶人 对车身造成的伤害 才由保险公司进行赔偿 而此次事故则是由四位 与保险毫无关系的歹徒造成的 保险公司并没有理排职责 面对保险公司的无赖行为 田先生决定通过打官 来为维护自己与妻子的合法权益 保险公司此时却拿出了一张 田先生从未见过协议 上面还有着不属于田先生的签名字 白姐身体尚未痊愈 官司的事情就由田先生多次奔赠 经过多方努力 田先生胜负 但心有不满的保险公司选择上所 最后在法院的协调下 双方各腿一步 以保险公司赔偿田先生夫妇18万高中 虽然获得了赔偿 可白姐原本正常的生活 也很难恢复营养 在田先生的鼓励下 白姐也在慢慢地走出阴了 肯定摩 蓬得